晚生 阿姨特别的用心良主 我想问问王伟大哥 后来你知道阿姨 为你在背后做的这些事情吗 我当时确实很生气 所以我觉得 在这样一个关键点上 为什么我的父母没有支持我 但是在今天 我母亲倒出了背后的缘由 我彻头彻尾地明白了 我母亲是希望背水一战 一往无前地去 重向我自己的目标和理想 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 谢谢 到了我们常说 知子莫若母 向阿姨您对老大 是属于激将法来激励他 发挥出自己的潜力 那对于王伟大哥呢 您用什么样的方法 我们家有关于我的故事 就比较有趣了 我给你讲一下我的故事 我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自己如愿意偿地 进入了我非常喜欢 也是国内最大的管理软件公司 我在这家公司 做实施和服务的工作 也就是到客户那边去 帮他使用软件和给他服务软件 那时候我特别想拥有一部 属于自己的汽车 这样的话我可以跑更多的客户 然后可以实现我更高的价值 那那个时候我父母就跟我讲说 现在王红你还不适合 拥有一部汽车 为什么 你如果想拥有你的汽车 你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 你要有自己一定的积蓄 你要买得起 第二 你现在月工资还不高 你刚刚参加工作 什么时候你的月工资达到了三千块 你可以养得起车 你可以烧得起油 第三 你现在还是一个员工 你什么时候能够去当一个 哪怕是一个部门经理 你要当一个领导 那个时候你才能去开车 那由此我也是努力地工作 因为我从小就梦想要一部汽车 第二年的时候 刚好我满足了三个条件 第一 我拥有了大约三万块的积蓄 第二 月工资达到了刚好三千块 第三 刚好负责了我们服务部 一个四个人的一个小团队 三万块还不够买车 怎么办呢 那我就跟我父母呢 请求贷款 从我父母这贷了三万块 加一起工六万块钱 买了我人生第一部车 哇 那你的贷款还有钱呢 那当然 我父母都是会计 所以在我们家里面 有很多账本 天哪 属于我呢 也专门有一个账本 就是王红买车贷款账本 你真还 真还 但是说父母对孩子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这三万块的贷款呢 是免息的 免息的 立即不用还 还好打结完了 但是每个月的收入呢 七八成大概2500块钱 先交上去 我爸呢是负责记账的 定期告诉你 哎 王红你看看你的账 你还了多少 还差多少没还 加油努力孩子 哎呀 所以说如果说对我哥是激将法的话 对我的教育方法主要是激账法 就是想象一下 就一到月末的时候 人家爸妈给儿子发短信 就是儿子你钱够花我 然后结果阿姨给您发短信 儿子你该还款了 哎呦 其实我真没想到啊 阿姨你看场上乐乐呵呵的 怎么对你们那么严厉啊 嗯 我不得不说我母亲在教育子女方面 有她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 特别是我家是个工薪阶层 能够让我到英国读书 实现我自己的人生的理想 这对一个普通家庭来想 特别是有两个儿子 同时都读大学的情况下 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而且其实很多的故事我都不用讲 我只需要说一件事 在我和我弟弟上学的这十多年中 只要我们俩第二天要上学 我母亲从来都是第二天早上 五点钟起床为我们做早饭 十几年如一日 从来没有一天说今天没有饭了 你自己去外面解决或者怎么样 从来没有过一次 所以我必须要跟我母亲说感谢 同时我不得不说我母亲 她跟别的家庭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可能因为我们是工薪家庭 我们没有太多的财富 向其他家庭去传承 那在我们家更多的传承是教育的理念 做人做事的方法和道理 这个是我们家传家的传家宝吧 真的 谢谢 谢谢王伟哥 我觉得咱们做母亲的都应该向阿姨学习 同时反过来呢 其实当孩子的能够遇见 这样一位又贴心又有远见的妈妈 真的是件特别幸福的事 可以少走好多弯路 咱们们哥哥姐 听到阿姨的故事有什么感受 一个是慈母一个是严母 叔叔也是一身正气的感觉 我觉得两位一定是好的家风家教 才能教育出两位这么优秀的儿子 我觉得阿姨特别的有智慧 在教育子女的身上呢 她有很简单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万贯家财是不需要的 关键是一个好的头脑 和一个中国人做人的一个 最好的拼得和道理 这是最重要的 给阿姨叔叔点赞 刚才这两位给两孩子 其实还是中国那老话 受之鱼不如受之鱼 我通过教育投资 让你长了本身 我用不着给你留很多钱 其实咱们现在有很多父母 给孩子留车留房 有那么句话 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 他早晚他拜光了咋办 子孙强过我留钱做什么 他比我还强 也不用我给他钱呢 就说如果你这样孩子 就给他本事 我想用一段中国古代 渗透着教育理念的一段文言文 来表示对这家的敬意 这段文字是这么说的 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 罩塔层层不如暗出一灯 古响千锤不如轰雷一声 良天百亩不如搏迹虽身 父后否则不过厚辱之声 贫贱忧气乃是欲辱于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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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